张志磊对阵维尔德最后一场新闻见面会 维尔德把自己比作了拳王阿里 他说 我会在周六晚上交货 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将站在张志磊身旁 就像拳王阿里1965年对阵索尼利斯顿那样 我必须兑现承诺 因为我是一名战士 有一种战士的心态 资深的拳迷都知道 阿里1965年对阵利斯顿 是双方的第二次对决 而阿里在二番战中 仅用了一个回合就KO了利斯顿 维尔德的意思就是一个回合拿下张志磊 而张志磊是这么回应的 他说他寄到你之后会从你的身上跨过去 OK 干嘛 你觉得他的弱点在哪里 他的弱点老旧 然后他是个战斗机 轰炸机 但是这个轰炸机已经没有死弹 已经起飞不起来了 因为他遇见一颗炸弹 阿里信任他把他选择对的 赢了之后就四分 我觉得他最终选择 他这个选择是错误的 因为他在逃跑比亚体 因为他要从他身上拿到推广合同 对于张志磊认为 赫恩签下了维尔德 就是为了得到一份推广合同 赫恩听到之后有些尴尬 他解释说 我想签下维尔德 是因为他是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拳手之一 也是世上最好的重量级战士之一 他是个可怕的拳手 有时候拳手失败后会改变很多 但伟大的人终究会回来 当我看着维尔德的眼睛 知道同一个危险的人又回来了 而张志磊在早前的采访中 透露了这场比赛与帕克的区别 比赛体重和比赛战术的安排 我们来听一下 感觉这场比赛和帕克的比赛 有什么不一样吗 会有不一样 因为在和帕克的比赛的时候 然后就完全是轻敌 就是比赛前就没把它当为事 然后这一次就不一样了 看着你瘦了 这次大概体重是多少 上一次对帕克的时候 你是为自己的力量感到非常着迷 想要一个地儿发力对不对 就是依靠重拳 想太依赖重拳 但是时机始终达不到 然后这次就不一样了 周六的计划是不是提前往前冲 然后一个地儿想结束比赛呢 现在基本上是这个预算 到时候随着场上的变化是变化吧 可以预见 由于双方都是超级重拳手 张志磊的体能不行 维尔德的技术太单一 所以二人几乎不可能打满12回合 几大可能是在6回合之内 就有一个倒地 北京时间6月2号凌晨6点之后 终将有一个笑到最后 大部分 turnedetermше 超级重拳手 比赛 比赛 短侠的水位 一